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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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合掌 喇嘛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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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释愿度 众生无边释愿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好,請放賞 請打開這個七十三頁 最後一行叫做賢體 因為我們已經大概快兩個月沒有上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上次的 上次講這個五重懸議 第一個叫做釋明 釋明就是解釋佛說、範網經、菩薩、心地、品 這個精明跟品明的儀式 那麼五重懸議第二個叫做賢體 就是七十三頁 在下面七十三頁的這個最後一行 他說二賢體者列為三異 出名虛賢體 就是第一個必須要說明為什麼要選這個體 二正出體 正式顯出這個體 三會異 會通其他不同的解釋 出名虛賢體者 最初就是說我們為什麼五重懸議要先講解釋金明 品明 然後要解釋這個體 為什麼呢 體是主職,乃名下之所全 那麼這個體是這個經的主體 那麼這個是經文的名字下面所要全寫的道理 種種種明言抑郁令人尋名得體 種種的語言文字啊 就是要讓人家依照經文的名字來得到這個經的體 如陰權得語、陰子得月 則是辟譽 若族名謎體如捉蛇尾,反昭其哲 如果追逐於名句呢 而謎於這個經所要顯示的本體的話 那麼就好像抓蛇呢 抓到蛇尾,沒有抓到蛇頭 反而抓到蛇所咬 是尊所以常為比丘說法而欲者 意思就是說法上因此何況非法 這個法文字就像周法一樣 在《金剛經》裡面這樣說 所以下面說 極如此經從範網提明,心地品明 在一部經耶,佛收範網經,菩薩心地品 從範網經這個經明 乃至心地品的品明 乃至上下二卷的全文 一一無非能全之名 兩卷經文都是能夠詮釋的語言文字 就知名下一一皆顯所全之體 藉著這個語言文字上下兩卷 每一字每一句 都要顯示它所詮釋的這個體 本體 得此體乙方能全性啟修,以修何性 那麼如果我們得到這個經的體的話 我們才能夠全性啟修 就是依於我們的本性去啟修行 然後以修何性 以我們的修行來契合契入我們的真性 這是為什麼要顯這個體 意思就是說 佛收範網經 菩薩心地品這個是經文 那麼這部經的經文 它最主要顯示的是什麼呢 就叫做體 所以必須要顯體 如果體不顯的話 大家都在文字上面計較分別 就像 不能夠這個因子見月 而去見那個子 所以第一個必須要顯 再來說佑市民總權三法 這裡是講這個五重權益 五重權益 第一重叫做市民 解釋精明 它是總色的來詮釋三種法 三種法就是後面會講 法身、剝勒跟解脫 那麼市民這一重的主要是要詮釋這個法身剝勒解脫 總權就是總色來詮釋 體章別在法身 中章別在剝勒 用章別在解脫 教相分別總別 那麼五重權益第一重叫做市民 第二個這個叫做體 那麼體這一張主要在說明這個法身 主要是要在說明法身 那麼中這一張主要在說明剝勒 用這一張主要在說明解脫 那麼意思就是說依法身體 觀照剝勒 然後得到解脫的作用功能 那麼教相分別總別 那麼教相分別總別 叛教相是說明前面這個名字 佛收、泛黃金、菩薩、心地品的名字 跟這個呢 法身剝勒解脫它三個的總別 故事名之後須先顯體 所以我們依照五重權益 第一個解釋名字之後 就是要顯示它這一部經的體 下面說 體雖法身必具惡德 雖然是法身 那麼也要具有剝勒跟解脫的 雖具惡德還屬法身 雖然有剝勒跟解脫的 總是回歸於法身 來字一句 具惡德 故非重 substantial 屬法身故為恆 因為法身德具有剝勒跟解脫 所以他不是次第而得 那麼 屬法身故非得緩 剝勒跟解脫它是屬於法身 所以他并没有并列互相不收摄的这种情形 叫做恒 不重不恒故成妙体 那么这个叫做妙体 那下面我们就不讲再跳过来 75月倒数第四行 用解脱得也 意思就是说体是法身 然后中是剥热 用是解脱 所以五重弦义第一个先示明 然后再来显体 然后再来说这个中 再来说这个用 那么这个如此三意为一妙体 这三个意法身波的解脱 这是同一个妙体 也就是我们的心体 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心地 佛说梵妄精菩萨心地品 说的这个心地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心体 妙体的话 那么历节常伦 经历无量节 长久一直在轮回 沉沦生死 物之则当下具足 如果我们能够悟到这个心体的话 当下本至具足 本至清静 本不生灭 本不来去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那么它就是当下具足 那么谜就是不了解这个心体 妙体 物呢就是知道这个妙体 心地 心云呢 大众心地信 如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这个梵妄精 经文里面说 大众你们心里面要确实的相信 第一就是真真直实的相信 如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你们呢是将来必定会成佛的 那么我是已经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 经文里面说 常作如是性戒品与具足 如果常常这样相信 我是未成之佛 佛是以成之佛 那么这个戒品呢 菩萨戒的具足 又如是那佛 先现虚空光 体性本源成佛 从诸法生三昧 世诸大众 后开心地与法品 亦在于思 意思就是说 佛所现的虚空光体性 虚空光体性本源成佛 常驻法生三昧 就等同于众生的心地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经的体 再来76页 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显体 就是因为明智呢 佛说梵妄精菩萨心地品的经文 它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上面的描述 那么描述 那么描述是要全显 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全显这个体 那么这个体呢 就是我们要全显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体 不然的话只有知道名字 语言而已 那么或者是主事说入海算杀 图字困 就是语言文字上面去计较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要显体 就是说 我们五重弦义第一个先讲世民 解释这部经的经民跟平民 再来第二个显体 体就是法生的 然后中呢就是剥热的 用就是解脱的 那么所以次帝必须要显体 好再来76页这里 而正出体者 正式显出我们这部经的体 我们来显出 五重弦义里面 它正式要显出我们这部经 它的所有的语言文字 它所要显示的体是什么 此经以诸佛本源心地为体 侯异大师说 我们这个梵网经 菩萨心地品 它是以诸佛本源心地为体 诸佛就是十方诸佛 本源就是它的根源 那么心地为体 下面这个是它的体 诸佛本源心地 是这部经的体 那下面就是解释 偶异大师说 言心地者当体即是更无他求 为什么叫心地 因为当体即是更无他求 言本源则法尔性德非观修正 言诸佛则出葬元明非同再禅 那么这几句是解释 什么叫做诸佛本源心地 那么从第三个心地先说 什么叫心地呢 这部经的经体是要讲心地 则当体即是更无他求 那么意思我们当体的心呢 就是诸佛的本源 更无他求 那么只有从自己的心地呢 去追求去探究 所以华文经说 知一切法即心自信 神就会生 不由他悟 因观法皆信一切为心照 那么这个心地呢 就是诸佛的本源 所以为什么叫心地呢 因为当体即是更无他求 不用向别人求 但向自己求 向自己的心地里面去求 向心地里面去了解 向心地里面去清静 所以像这个测乎禅师说 一切法门明心为要 一切行门静心为要 一切的法门就是要明白 我们这个心地 一切的修行 就是要清静我们这个心地 当然呢 测乎禅师说 明心之要无如念佛 亦佛念佛 现前当然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那么这个就是明心的一个方法 明心之要无如念佛 亦念相依亦念佛 念念相依念佛 念佛就心清静 那么所以呢 这个叫做心地法门 所以第一个为什么叫做 诸佛本源心地呢 因为心地就是讲当体就是心 当体就是他 或者是以前祖师说 众生心即是佛 众生心就是佛 或者是呢 启信论说 一法借总向法门体 这个大圣呢 众生心就是 就是我们的大圣法 我们的大圣法 不可思议的大圣 所以言心地者当体即是 更无他求 应当向自己求 那么向自己求 这个就是心地 当体即是 当体就有 言本源者 则法尔性的非观修正 这个题叫诸佛本源心地 心地是不穷外求 不向他人求 言本源就是 法尔性的 法尔就是 诸法本来如是 本来如此 叫做法尔 众生本来如此 本来就具有了 所以叫向六祖说 而且自信本质具足的 这个法尔就是 本来如是 本来如此的 本性的功德 就是这样 本质亲近 本质具足的 那么非观修正 不是在修 或者是在正 那么 不用透过修跟正 所以在六祖谈经里面 神秀说 知识亲服事 悟食者成安 那么 六祖意思就是说 最后 就是悟了这个 见性之后 就说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本质亲近 那么本来具足就不用修 本质亲近 就没有染污 没有染污 就不用什么服事 勤服事 勤服事 跟务食的尘埃 这样的事情 那么 所以说 就是法尔性的 非观修正 所以叫做本源 那么 原诸佛者 则出藏原名 非同在禅 第三个说 什么叫做诸佛 因为我们的体叫做 诸佛本源心地 那么为什么叫诸佛呢 就是佛佛道同 那么每一尊佛都是 出藏原名 出藏就是出离这个障碍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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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烦恼障跟这个所知障都没有了 正得菩提涅槃了 究竟阿尿多尔三秒三菩提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叫做出障圆明 圆就是圆满,明就是光明 那么那个心地也是圆满光明的心地 非同在禅 在禅就是在烦恼生死残伏的这个凡夫 换句话就是说这个心地不是我们现在妄想心 虽然当体是 可是不是这个妄想呢 虽然我们心地是当体本来具足 可是不是那个妄想 所以非同烦恼在禅 就是讲在生死烦恼残伏的这种凡夫的心 所以用这三句来代表 我们佛说犯网经菩萨心地品 这一部经它所要显示的体 叫做诸佛本源心地 所以这个心地是当体是 那么是本来具足 不观修正 而且最后出障圆明 接下来说 以如色纳佛及一切世尊所证 最及清净常住法身 全是众生心性之理 更无少许别法可得 那么这个因此 诸佛本源心地 既然是这部经的体 那么因此 如色纳佛及一切世尊所证的 那一个最及清净的常住法身 最就近的最清净的 常住不便义的那一个法身 全部就是众生心性之理 就是我们众生 他自心本性当中的这一个理体 更无少许别法可得 也就是说 诸佛所证的就是众生的心性 并没有比众生还多一点 所以我们常说 再胜不增再凡不减 平等呢 诸佛所证的法身 就是众生心性的理体 没有更多一点 没有更多一点 更无少许别法可得 没有比众生得到更多的一点 那么 词理极明为体 亦为一切教体 亦为一切形体 那么所以这个心性之理呢 这里就是说 要告诉我们 肯定我们众生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如是未成佛 我是已成佛 大家都能成佛 佛能够成佛 佛所证的 只不过是众生 本具有的这个心性的理体而已 那么所以 佛借着这样子 来开显我们的心体 肯定我们自己 让众生可以跟着佛一样 这个成佛的道路 行菩萨道 可以借此为基础 所以 此理极明为体 这个呢 诸佛本源心性 也就是众生的心性之理呢 这个就叫做理体 也是一切教体 一切精教 所有的精教就是要显示 一切众生都有这个 如来智慧德相 只有这样的理体 那么这个也就是一切教 所要说的体 当然如果依照 我们讲到经论里面说 如果有些精教小圣教 或者是 藏通教 没有说到这些事情 那是因为 那是方便 他还不知道 那这些 藏通教是佛为了 施舍呢 教化这些比较更顿的众生 对于中道佛性呢 不能理解的人 那么用 这个为食施权的方式 让他们先学这些 小圣的藏教 或者是大圣出击的这个通教 那么让他们能够去了解 那么所有一切的教体呢 都是为了 显示这一个理体 一维一切形体 所有一切的修行 界定会 全部呢 都是为了要 了知这个体 此印真正 魔外所不能坏 全小所不能滥也 这一个一时呢 禁戒一时向印呢 诸我本源心地呢 这个真理呢 这个印就是法印 法印 我们说三法印 或者是一时向印 这个印是讲真理的这个法印 这个一时向的法印呢 是真正的 魔外所不能坏 这个魔跟外道不能坏 魔跟外道不能坏 魔跟外道不能破坏 就算我们现在着了魔 随魔而去 但是这个佛性是不会坏 全小所不能滥 全圣跟小教呢 没有办法混乱 这个心体 所以 第二个就是正出体 正式显示呢 我们这一部经 它所要显示的体 叫做 诸佛本源心地 诸佛所证最己清净常主法身 全部就是众生心心之理 所以这个叫做 究竟的这个大圣 让我们知道说 这样的心 再来第三个会议 会议就是 会通其他不同的说法 在经论上面其他不同的说法 叫做会议 诱二分成两种 会通其他不同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这个体 叫做 诸佛本源心地 那么其他的经典 有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这里所以叫做会议 会通其他说法 又分为两种 第一个先会诸经 次会议书 无作戒体 第一个先会通其他的 这些大圣经典 其次来会通呢 智者大师的菩萨戒的这个 这个议书 当中所说的无作戒体 那么第一个是专门 对这个大圣经典 其他的经典 第二个是专门对 诸解这个 这个范网经 菩萨心地品的 这一个部分的呢 智者大师他有一个议书 所以我们要会通这个议书呢 他所说的 所以分两个 第一个先会诸经者 先会同其他的经典 此经与华原同一部位 当以法界为体 这一部经就是范网经 它是跟华原经是同一个部的 这个顿教部的 顿教部就是说 他是呢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之间 在五十八教里面呢 叫做第一史 那么就是华原史 那么因此 这个范网经跟华原经是同一史 是华原史 依照我一大师的说法 就是这样 所以此经与华原是同一部位 他是华原史 顿教部 所以第一个叫做乳位 乳牛出乳 所以这个叫做乳位 在五十八教里面 这个位叫做乳位 那么因此跟华原经一样 当以法界为体 这应该是以一真法界为体 是一样的 法界与诸佛本原心地同体一名 那么华原所说的法界 或是说一真法界 与诸佛本原心地 是同体一名 更无别体 其实啊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都是华原史 都是大圣的 那么元教 因此啊 他们是同体的 都是以一真法界 一名就名称不同 有时候说一真法界啊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一真法界 那么在法王经说诸佛本原 也就是众生心地 那这样我们就比较了解了 一真法就是诸佛的本原 也是众生的心地啊 那我们就知道一真法就是指什么啊 比如说 我们说供入疲惹性寒 那供入什么疲惹性寒 比如真那佛跟十方诸佛所正的常驻法身呢 也就是众生的心性 所以叫做一真 既然呢一就是平等 十法界众生都是同一个真性 叫做一 那么真呢 就是不虚妄啊 那么 跟众生呢 我们在这个 梵法经里面说 众生的心地 跟诸佛的本原是平等的 所以叫做同体一名 更无别名 只是名称不同 说的意义都是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一真法界 就叫做诸佛本原呢 众生心地也是一样 诸诸大圣经皆以十项为印 为经正体 77月 而其他所有的大圣经典 比如说般若经啊 或者其他经典 我们都说 以这个一十项为印 为这部经的正体 为大圣经的正体 所有的大圣经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一十项 或者是中道佛信 那么这个一十项啊 也就是中道佛信 当然大圣经就是以十项 一十项为这个法印 那么为大圣经的正体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大圣经典的语言文字 经文呢 都是要诠释诸法的十项 当然啊 下面说了 十项一集诸佛本原心地一名 那么所谓诸法十项呢 什么叫诸法十项呢 因观法戒信 一切为心照 诸法的十项就是为心所照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心地啊 诸佛的本原啊 那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啦 也叫做义民 同体 同体义民 所以只是说他用十项 诸法十项 我们说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十项 那么这十项 也可以说中道佛信 也可以说诸佛本原心地 也说一真法界 都是一样啊 那么下面说什么叫十项呢 以其离一切相其一切法 超诸细论不可破坏 无相不相顾名十项 那么这里是要解释什么叫十项 一切大圣经呢 都是在解释这个十项的 要显示十项的 让众生欺辱十项的 那么这个十项是离一切相 离一切相呢 离一切相呢就是说 像金刚经说 离一切诸相其名诸佛 若见诸相非相 喜见如来 这个诸佛如来也就是十项 真如的一事 那么但是这个 十项他必须要离一切相 不是相能够说啦 所以我们新经说 照见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世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心事 无言而鼻舌生意 这些相都要离啦 因为他不是这个相 所以叫做离一切相 非有相非无相 非亦有亦无相 非非有非无相 都不是相的问题 佛也不是三十二相 那么这个叫做离一切相 那么离一切相也就是说 他不是相的问题啦 当然我们要说十相他不是相 我们是比较难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说人性 人性的尊严 对不对 我们如果用世间法说 什么叫人性 人性就是你不管你是黑人白人 有钱人没有钱人 做官的人 平民百姓 或者是身体健康病人 男人女人小孩老人啊 人性不是在讲这个相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人呢 活得有人的尊严 不是因为他有钱 或者没钱 对不对 因为他是长得漂亮 长得丑 他皮肤的肤色 种族不同 国家不同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性不在这些东西上面 不是种种相 所以人性不能用相来说 人的价值跟尊严 不是用那个相来说的 不是说你很有钱 就活得很有尊严 那么呢 没有钱就没有人性 不是这样讲的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世间法 我们就知道说 人性啊 或者是人权的话 假如是真的平等的话 他应该不应该计较这些相 假设啦 当然现在人间的人权啊 是还没有真正的是 透彻的去落实 或者去实践 在人权里面啊 众生都夹杂很多相 所以我们那些台湾人说 有钱破死 没钱破死 就是人权是看有钱没钱的啊 对不对 人权有时候还要看党派啊 立场啊 立意啦 纠葛啦 或者是恩怨情仇啦 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人权 真正的人权是没有分这些的啦 但是我们在人间啊 只是存在这个概念 真正要人权落实啊 就算美国啊 难免还要分什么种族啊 黑的白的这样子 或者是党派的 所以那是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人权不是那个东西啊 不是在讲那个 照理说应该不是在计较那些事情的 那么用这个人权来批育的话 所谓的实相的话 或者是所谓的如来的话 如来不是广长舌相 也不是五见顶相 也不是白豪婉转相 对不对 也不是清净呢 这个身相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 这个干木成亲 所以佛不是那个相 不是用相 不可以设见如啦 那么所以说这个实相的话 它不是在相上面说啦 相上面说 所以有一个居士也很好玩 跟我讲说 有一个人啊 他说很有修行 淹抽进去吐出来变檀香 我就想说 如果是善知识 何必要用这样淹抽进去 吐出来是檀香呢 如果讲比较夸张一点 为什么不去吸那个 汽车排出来的气 然后吸进来 然后吐出来是檀香 那这样才更厉害 对不对 那如果是要这样说的话 照说啦 照理说啦 如果要真的要视线的话 那么抽冤啊喝酒 那还是都是欲戒的东西 对不对 饮食啊男女啊 对不对 然后种这个蛇事啊 或者鼻事的气味 那么这都是还是属于欲戒的东西啦 那么如果说啊 这样子的人叫做 有大修行的人啊 照理 照道理说 佛菩萨是不会做这样视线的啦 如果要视线就视线实戒啊 不抽烟 不喝酒就好了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视线 烟抽进去 然后吐出来是檀香 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 真的是这种事的话 那个 如果要讲夸张一点 那去吸那个 我们街上的排气啊 机车摩托车排气 如果吸进去 吐出来是不是也是檀香呢 所以呢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个不是相的问题 修行不是相的问题 不是用那个相去判断说 哦 你看人家吸进去 吐出来檀香味 是用那个相去判断的吗 不是啦 所以这个离切相就是说 它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层次的问题啦 对不对 就算是佛 也不能与三十二相见 不是那个层次的问题 那如果说 以观经里面说 佛心者就是大慈悲心事耶 佛心事你表现出来是大慈悲的 或者是大般若智慧的 或者是不取相不生不灭的 或者是不取相不生不灭的 那个东西啊 才是比较接近于那个实相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 修行也好 或者是实相也好 不是在那个相上面去分别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了知 这样的道理的话 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实相 但是你知道一个方向嘛 也不是那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要 善知识要视线 不一定要视线抽烟啊 对不对 你也可以视线慈戒啊 那如果是抽烟 那大家会看到相要吸了 那大家接下来去吸 然后再吐出来 吸也吐出来 然后就变成肺癌啊 那人家如果是善知识 他没有这样 那我们众生就会学这样 对不对 所以那个会偏于这个相 那如果我们于华严精 也许说 有魔力加持 让他们吸进去 吐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那也许有这种事情 但是呢 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对不对 就像我看到一个法师 讲说那个 有那个非洲还是什么 那个巫师很厉害 可以用手 徒手帮人家开刀那种的 然后他说 听传说啦 是这样子 每一年都要用几个八九岁的小孩子 去寄线那个邪魔吧 然后让他有这种能力 对不对 让他有这种能力啊 然后来跟人家治病啊 手伸进去拉出来 可以抓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是那个邪魔去帮助他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修行呢 不是那个相 所以离一切相 所以我们用人性啊 人性的尊严 人权来说 不是那个相 那么实相也不是那个相 所以以前莲齿大师啊 有个居士 他说 哦 师父我打坐的时候 看到我身上有一尊佛飞出来 那么 莲齿大师就跟他回去说 你比较小一点 你要丢魔啊 你如果看到一个佛从身体飞出来 那个是相的问题 实相不是那个东西啊 本性也不是那个相的东西 因为你那个相 金刚经不是说嘛 凡所有相就是希望了嘛 对不对 阿佛也不能以三十的相间 何况我们众生呢 所以众生的心性也不是相 所以这个实相呢 当然用直接说离一切相 我们是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用说人性啊 或者人权啊 都不是在讲相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揣摩一下说实相不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五十阴谋 五十阴谋就是因为他取那个相 以为殊胜 然后取那个相以为殊胜 然后又希望这个名利供养 那就偏差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实相以其离一切相 那么这里用来 也是这个实相 他不是种种相 可是呢 他又不理一切法 所以叫做己一切法 那你说不是这个 那还有别的吗 别的吗 那么不是我们这个心 也不是贪心 也不是称心 也不是种种的相 那离开这里呢 我另外再找一个法吗 也不是啊 所以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那么没有离开实相的 其他的法啦 意思是说 这个实相在一切法当中 而为一切诸法的实相 超诸细论不可破坏 超诸细论 论呢 就是语言啊 谈论 论述 就叫做论 那么细论呢 就是对断二修缮 解脱生死没有帮助的 叫做细论 那么如果说 对解脱生死有帮助的 那就当然不叫做细论了 所以论就是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